纪孝春和纪孝谷对视了一眼 前者上前 不慌不忙道 启禀大人 这件事 我纪家并不知情 于书把眼睛一眯 看来 这两个人 是在路上都商量好了 要死不承认了 不过他们以为 这事一句话 就能撇得干净吗 启禀大人 于书道 当年案件 分明就是纪家驿馆给出的间帖 窦红刚才也亲口承认了 还与黄老伯的作证 如今这位纪老爷 却说不知情 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哼 纪孝春重哼了一声 面上坦然 心中却有鬼 他对当年之事有所印象 窦红的确是来找他求过 他那时留了个心 并未出面 交给了驿馆中的两个驿客去做 事后便忘在了脑后 谁想到如今这件事又被人揪了出来 且危机了世家的名声 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如何应对 就抬头看着马县令 递了个眼神过去 想叫他这妹夫暗示一二 马县令正是左右为难 看到他的眼神更是有苦说不出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是非个人心中有数 他若过失公正 定会留人诟病 去年皇上微服下江南 隔职查办了几个寻思舞弊之徒 甚至有人掉了脑袋 而今官场 罪计包庇 不被人查到还好 若有人拿着这件事做文章 恐怕他的乌纱难保 马县令为人谨慎 快速的一番考量 看了看堂下几个人 眼光从窦红 纪孝春 纪孝谷的脸上 一一掠过 很容易就分了轻重 他便拍下了金堂木 开口道 纪孝春 你说你纪家不知情 莫非是当年 驿馆中人 欺上瞒下 私自为人作假 此言一出 堂上是人人色变 于树暗自嘲笑 哼 不亏是一家子 这马县令 倒是一心想着为纪家脱罪 为护着纪家的名声 竟把那窦红给卖了 选了丢居宝帅 窦红还没有傻到 听不懂话 惊慌的扭头 看向纪孝春 正对上纪孝春 一个复杂的眼神 心底 陡然一凉 便见纪孝谷 替了他上前搭话 啊 大人明察 这件脏事 我纪家的确不知情 那间帖 既然是从我 纪家驿馆流出 想必 是纪馆内有 一颗私心 当时受了他人 利诱 才出面作假证 还请大人调查 当年的卷宗 把那张假的 剑帖 找出来 我倒是要看看 是那个混账 敢坏我 纪家的名声 串通这 窦家无耻的 侵占他人的家财 扭一转 就看到了 纪孝谷 盯着他 凌厉的眼神 窦红一屁股 软坐在地上 脸色发青发白 心知 纪家为了名声 这是在和他撇清关系 要让他一个人顶罪了 纪孝谷这一派 义正言辞 很是无所畏惧 主动提出来 要查明真相 顿时 就让堂外头听审的 众多看客们 转了半截的心思 啪 主部何在 到后堂 去翻查九年前 赵惠一案的卷宗 将那假箭帖取到堂上 听闻马县令的吩咐 虞书又是一冷笑 哼 那张假的箭帖 若是能找出来才怪 趁着主部去后边 找证悟的功夫 马县令又拍了金堂木 存着快刀斩乱麻的心思 对下道 豆红 事到如今 人正物正俱全 截指你 捏造假箭帖 诬告那赵惠骗婚 侵占他人的家财 你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 我 豆红还能说什么 他再多说 就是把脏水往纪家身上泼 现在纪家摆明了 要和他撇清关系 若他死缠不放 恐怕日后 他 你既无话说 便认罪化鸭吧 马县令 不给豆红多做反应的时间 挥了挥手 让师爷把写好的罪状拿去 牙医们捉了豆红的手 按上了手印 虞书所告 豆家这两项罪状 算是落轻了 现在 只剩下技家 尚未定夺 马县令当场便判了豆红 归还昔日 侵占赵惠的家财 当然 是要赵惠 亲自来领 这个虞书 是不能代劳的 又 另没收了豆家的财物 判了他两年的牢狱 直接让牙医拖到一旁去打板子 豆红可没有虞书硬气 养尊处优 年纪又不小 惨叫声稍后传了出来 让人听了是鸡皮疙瘩 直往外冒 虞书冷眼看着这一幕 总算是替赵惠出了口恶气 可他自己的还没有出 衙门外依旧是议论纷纷 各说各礼 以至中午人群却没有散去的迹象 是还等着看那技家最后如何说法 众人都看着豆红挨打的时候 有一双眼睛是从头到尾 稳稳地落在了虞书的身上 那漆黑的瞳孔里有些东西 说不清 道不明 豆红挨过板子 半死不活地被带走收押 主伯入内翻查卷宗 摩约是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小跑着从里头出来了 果然不出虞书所料 那张曾经献赵惠于万劫不复的假件帖遗失了 那主伯看来是马县令的心腹 深得他意 知道那东西不能拿出来 免得再节外生枝 九年前的卷宗上 只记载着有当初的案情 有纪家驿馆的佐证 却没有详说 当初为赵惠箱面册字 做件帖的纪家驿客是谁 如此一来 纪孝谷说话更有底气了 大人 我们开办驿馆 最讲究的就是名声 最忌讳的就是胡乱在舰铁上给人改命 平白沾染了这等脏势 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当初为了斗红 作假正之人 虽是出自我们纪家驿馆 却绝非是我纪家执石 大人明察 纪孝春也在一旁 愤愤地道 要是让我知道了 谁曾经做过这等下事 定饶不了他 他这回真正不想饶的 是让他们纪家丢人现眼的虞书 现在纪家是一口咬定不知情 那个给斗红做假间贴的人 是私收了他的利用 做出了有损纪家名声之事 纪家俨然也成了受害者 虞书不插一言 就趴在地上静静地看着马县令 配合他们的表演 马县令拍下了金堂木 面有几分威严 对于书道 九年前的东西 大概是整理卷宗石遗失 现在找不到 本官也是无法判定 如今斗红已经认罪 那假间贴 虽然是出自纪家驿馆 相必不是纪家指使 你所斗家串通纪家 轻占你干娘家财一条 现在是说不通 故而本官判纪家无罪 你还有什么不满 还有什么不满 不光是马县令和纪家两人 衙门外的众人看到这里 心中也都觉得 这桩击骨案应该就到这里了 毕竟这诬告骗婚 侵占姑女家财一事 主犯斗家都被定罪 家产也被判了归还 还有什么好不满的 至于纪家是否指使人 去做假间贴 现在是无凭无正了 还怎么追究 但虞书偏偏不如他们所意 大人 小明还有一物成上 马县令愣了愣 才叫牙医去拿 简鱼书自怀里 又掏出了一份东西 他拿到手上一看 还是一张间贴 彭放在他手边的 那六张不一样 这四方方的间贴上头 明晃晃地戳着 纪家驿馆的花张 这一张 是出自纪家驿馆的间贴 请大人 与我之前乘上的 六张相比较 马县令隐隐地觉得不妙 皱着眉头 将岸上的几张间贴摆开 一张张看过去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纪孝春纪孝谷 不知马县令为何突然变了脸色 于书却正等着这时候 只见他两手撑着地面 慢悠悠地爬了起来 忍着疼 摇摇晃晃地站稳 拿袖子抹了抹额上的汗 提了气 朗声地道 大人看见了 这一张 并前六张都是万象街上的驿馆 为我的干娘一人所做的剑铁 我干娘虽不是丧门星 可命也不是很好 几家驿馆为我干娘测了八字项面时 全说她是命中有劳碌苦时 更有中年短命之下 这就要说到刘家和孔家驿馆算得准 他们两家都错到我干娘今年会有一场大祸 祸危急性命 而我干娘前不久 的确是遭人所害 这时候 门外头教方才要安静许多 都在听着 于叔到底要讲什么 和贵人相助 我干娘当日常利用这七家驿馆 多拿些银两 要他们在剑铁上动手脚 为我干娘改个富贵命 谎称好叫她改嫁 有六家都言辞拒绝了我干娘 却只有一家收下了这魅心钱 在剑铁上动了手脚 就是我方才成帝给大人的那一张 话一顿 于叔一转头 看向了季家两人 棚头垢面下面 藏着是得逞的像 这就是季家驿馆的那一张 衙门外头又响起了嗡嗡声 把短命改成了富贵命 还是为人改嫁用 这 这也太荒唐了 于叔做这事 本身其实很不合理 哪有特意上人家驿馆 去收买人 给自己做假贱贴的 做了就做了 还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 但在这种场合下 不合理的叫成合理的 不能说的叫成了能说的 本来一脚踹了 本来一脚踹了豆红 季家是差不多把自己从九年前的案子里摘干净了 现在又闹上这一出 无疑是 无疑是端了一盆子 一盆子脏石 正大光明地扣到了他们头上 见事态不妙 死死盯着于叔 季孝春的怒火中又有一点惊慌 季孝古阴着脸 眼神一闪 似觉得这乞丐有些眼熟 于叔此刻却不怕被他认出 将手抑指他二人 愤然地赤道 九年前有人利用 你们季家驿馆 有人有胆 助人作恶 作假贱贴 诬陷他人是丧门星 九年后 有人利用 你们季家驿馆 还是有人有胆 作假贱贴 给人胡乱改命 以次充好 究竟是一人所为 还是一家所为 你们当人都是傻子 别人家的驿馆都不做 只你家敢做 乌人丧门星 修人负贵命 这等无耻的缺德事 你们季家九年前敢做 九年后还敢做 我看再过九年 你们还敢做 话音刚落 衙门里外同时一静 季家二字 在众人心头 瞬间就黑了一半 你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季小春气得是脸色铁金 瞪着虞书 简直要伸手打他 这驿馆 是在他打理 几代名声 岂能毁在了他这里 季孝谷拉住季小春 他也是愤怒 却知不能在这里 对于书如何 啪 马县令怒声道 公堂之上 不得放肆 于书哪里理他 看到季孝谷的这张脸 他就想起来 于小修 是如何被抽得背上血赖 哭着 跟他说不想待在季家 他们又是如何逼着自己 去给那宝贝四小姐 抵命做小妾 赵慧如何落得 当年的悲惨下场 还有 那天他被打得万死 狗一样的被丢出了季家 他脸色胀红 眼光冷冽 逼上前一步 咬牙切齿道 这一阳成礼 一学三大家 孔家刘家 都是名副其实 只有你们季家 欺世道名 装的都是包藏货心 妄称世家 犹如一风 什么狗屁一学世家 我呸 一口吐痰 当当正正的 吐在了季孝谷的胸口上 衙门外头的看客们傻了眼 这般赤裸的羞辱 怕会成了日后 一阳城里最大的笑饼 季孝谷低头 看看身上的那口痰 脸色一点点发绿了 这下 不光是季孝春想打人 他简直是想要杀人了 你 忘记了此刻是在宫堂上 季孝谷伸出了手 高高的扬起来 就要狠狠的甩下时 对面的人 却突然眼皮子一翻 身体下坠 软倒在地上 大人 他晕倒了 有牙翼上前 翻了翻虞叔的眼皮 对早就呆掉的 马线令道 看着不早不晚 在这时晕倒在地上的人 季孝谷将着尚未落下的巴掌 一口怒血卡在了喉咙里 只想垂自己两下吐出来 马线令此刻的脑门 抽得是生疼 他认官这些年 办过的案子也算不少了 大大小小 却没有遇上过这样的 一个告状的 差点把堂上所有的人都气死 天偏他还不知道 该拿这无赖怎么样 衙门外 大家交头接耳 指指点点 多数议论的都是技家 说出来的话 自然不是很好听 哎哟 彻尔 年岁不小 脑子也转得够快 只不过这样得理不饶人 过显得很辣 反倒失了善性 听到这评价声 正在望着一处出神的薛锐 侧过头 看着不知何时 站到他身后的徐丽 嘴角请起了嘲笑 不以为然道 哼 既是未寻仇 又善给谁看 徐丽不赞同的 看了他一眼 少爷上车吧 我们该走了 不急 不是还没看完吗 薛锐的话声一落 就听见人群里 响起了一声哭喊 一个轻瘦可怜的妇人 挤出人群 跌跌撞撞地 跑进了公堂 后头还追着一个 壮士的朴妇 小鱼 小鱼 马县令正愁着该怎么处置于心 就见到公堂上多了个病歪歪的女人 正趴在于书的边上哭喊 啪 堂下是何人 你 你女士赵慧 众人揭张了嘴巴 原来这就是今天这场击骨冤案的正主啊 瞧那模样 瘦得的确是可怜 马县令在心头转了几个弯 瞧了瞧 记家二人清了嗓子道 你记事来了 且亲自听判吧 那窦红 本官已经将他处罪 你若是还要告记家 就先拿出些证据吧 字幕作词 李宗盛